嗨,大家好,我是Sofie 最近呢,节日很多 我有很多理由给自己买花 当然,即便是没有理由的话呢 我也会给自己买花 今天眼前的这几株呢 都是最近新天的蝴蝶兰 它们各有千秋 都很美 这些蝴蝶兰呢 都是没有名字的 或者说呢,是 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 都是杂交的蝴蝶兰 先从这颗开始看起吧 有非常非常多的花苞 我那天大致数了一下 七十多个花苞 看一下它的花 是三纯瓣 特别的美 它是 浅底色 初开的时候呢 有一点绿 之后呢 会变得有一点点黄 花瓣上呢 有这个splash 纯瓣呢 非常的鲜艳 而且呢 有两条龙须 主要呢 主要呢 是花特别多 密密麻麻的 我前几天在换盆的时候呢 还碰掉了一个花苞 好可惜 现在呢 只开了一丁点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不知道 它全开以后呢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应该是一个大大的花球吧 密密麻麻的花苞 是不是非常好看啊 旁边这株呢 也是三纯的 它的花色呢 也非常好 黄色和红色相间 有条纹 有斑点 相当的可爱 纯瓣也很好看 它的花呢 花苞就不多 输了有致 也相当的美观 其实花苞也不算少了 如果都开了以后呢 也应该是看起来蛮多花的 因为现在呢 只开了三朵 后面的两颗 这一颗 和这一颗呢 是朵莉兰 Doretus 它不是原种的朵莉兰 因为朵莉兰呢 只有Pilcarima这一种 虽然Pilcarima的花色很多 但是显而易见 它是杂交的 但是呢 它完全有朵莉兰的特质 我把这个拿开给你看一下 它的叶子呢 很硬 就是像朵莉兰这样子 花杆呢 笔直 这也是符合朵莉兰的特性 这两株呢 是从朋友的蓝场里面找的 是同一种 但是呢 花色不同 它同样呢 有那个 四个斑点 你看到吗 四个橙色的斑点 这个呢 也很像是朵莉兰的样子 但是呢 和蝴蝶兰杂交过 不太明显 这朵花呢 同样也有朵莉兰的特质 颜色呢 更为鲜艳 但是我自己呢 更喜欢看这朵的样子 这是两株朵莉兰 后面的一株呢 是大花蝴蝶兰 我通常呢 喜欢小花的 迷你的蝴蝶兰 但是这一株呢 很好看 颜色呢 特别的鲜艳 因为现在呢 又是晚上在灯光下 所以看起来呢 颜色有一点发红 它本身的颜色呢 是非常非常深的 是深红色 发黑的颜色 花瓣呢 带一个白边 它本身的花苞呢 颜色也很深 很好看 而且呢 你看 它本身的叶子呢 其实不算大 它是大型的蝴蝶兰 可是呢 它有三个花梗 大型蝴蝶兰呢 一般情况下呢 三个花梗呢 真的是非常少见了 同样 它的花呢 现在也只开了一小部分 全开了以后呢 会相当壮观 这一株呢 我就是在超市里找的 我看到它有三个花梗 当时呢 就很惊讶 立刻就把它买了 加上它本身的颜色呢 也蛮特别的 它的花不算大 但是植株的状态呢 很好 姿态很好 我发现最近市场上的蝴蝶兰呢 变化越来越大 多姿多彩 即便我自己呢 已经有很多蝴蝶兰了 可是呢 我不由自主的 每次看到蝴蝶兰呢 都会去仔细的看一下 都会很留意 很留意 看看有什么新的 而且在很多时候呢 我都会有惊喜 会有发现 出去买菜呢 就会抱一盆花回家 是不是很开心呢 谢谢大家